我是杨棍一 很多人都叫鮑魚王 我來香港的時候是18歲左右 接著來過在大華飯店 就是做童工 開副林的時候 就沒講到鮑魚 那就是做小菜 但是你沒有什麼大作用 結果我們就發明鮑魚 全世界都去過很多地方 都表演 就能夠經過很多總統 那些品嘗過 我們就向鮑魚 那方面就拿到這個地位 我們就是一些宗旨 人有我要有 人憂我們要更憂 就我們發明了這個鮑魚之後 令到國內都很多人都認為這個鮑魚 供應原本人是有這個貢獻 為大家都有一個 美滿的環境 再次見到這間鮑魚 我們下午後 去看見到我們 也好 要看見到我們 我們下午後 我們下午後 到這個正午後 我們下午後 看看我們下午後